阿姨 我知道您担心什么 您怕周芳跟我在一起 感情上受伤害对吧 你也别怪我 我防止你 现在的年轻人太浮躁 分分可合的 跟过家家相 动不动找第三者 道德底线太低 自我约束能力太差 人啊得有点责任感 你说要不然的话 跟动物有什么区别 我真不知道你们年轻人 现在成天在想些什么 光想的喜欢谈恋爱 就没想过婚姻 谈恋爱当然想过结婚阿姨 你要想的话 就得将心比心 想要在一起的话 那就得真心换真心 那些不冤状气的事情 可不能弄 阿姨说得对 阿姨我对周芳是真心的 我也经历这么多了 别看了这么多了 碰到周芳 这么真的表里如意的人 真的是知事故 不是故的人 很难得 我非常非常珍惜 我也非常喜欢她 我希望她跟她长久地走下去 而且阿姨真的不用担心 周芳之前经历那么多 但了我这 在这种事上 我是不可能 我也舍不得 让她再受伤害了阿姨 那你跟我说说 那那那些什么 你的什么前女友 未婚妻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 哪里有未婚妻啊 网上面写的 说你有什么绯闻女友啊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阿姨网上的这些消息吧 这是看都别看 那些记者拍了一些照片 给你胡写一通 什么都敢讲 乱写一些标题 很隐晦地要表达一些事 但又说不出来 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都是假的阿姨 这些东西是真的是 挺讨厌的 那我现在也是 听你在这儿说 不 你拿什么来证明呢 阿姨 您说让我证明 我好像还真没什么 我能不能证明呢 这种事我怎么证明啊 那我只能是说 我用以后的时间 我去证明 我是真心爱周芳 我是真心喜欢周芳 阿姨 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保护好周芳 保护好你女儿的